1911年 美国天主教外方传教会成立于美国纽约 通称为玛丽诺外方传教会 主要使命为派遣神父 修士 前往国外传扬基督的福音 1950年 教廷传信部成立台中监睦区 委托玛丽诺慧带管扶船工作 蔡文心神父被委认为台中监睦区监睦 1951年 当时全监睦区只有五个准堂区 三位神父 教友人数不满三千人 1962年 台中监睦区升为教区 蔡文心蒙席被著盛为主教 1951年起 一百多位玛丽诺慧神父陆续来台 身影穿梭于南投山林间 行走于西部海岸线与各个都会区 传递着天主爱德福音 以牧林福传 爱德福物 语言学校 既执教育 关怀外籍移工等工作 演奏出一首又一首美丽的生命乐章 音乐章 爱让人更勇敢 爱也让人更天卑 因为爱 玛丽诺慧神父们来到部落 像耶稣背十字架一样徒步在山路上 将信仰与关怀带给居民 因为爱 神父们融入部落成为部落的一份子 留下了永远的祝福与思念 在我们眉心 算是仁爱乡的源泽民的教堂里面算是第一个建立的 他43年建立 现在就大概63年左右 那是我的感觉啦 是因为有一个神父 然后很好心的就是要把教会的福音传给我们 然后大家也认同 然后后来神父一讲说你们那么远已经搬下来 大家都答应就承诺就回来搬到教堂会去 那个我是觉得当时算是一个恩典啦 就是感受到天主的安排让这个教会到部落来 然后大部分的大概80%的耳朵星天主教 我们现在的教堂叫什么呢 是叫虽然叫山迪圣母堂 山迪圣母堂 但是呢 那个聚落的名字 没有特别名字叫天主堂部落 因为有天主堂开始有 所以大家都说你住在哪里 我在天主堂部落 玛丽诺会神父们的到来 带来了福音也改变了部落的生活 一方面引进外界资源 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身体健康与家庭经济 一方面也守护与带领部落的孩子 走向世界 协助与支持部落的年轻人 读书与就业 还有生父他们最喜欢是 比较喜欢的小孩子 所以他们他们很喜欢这个孩子 还要送到外面去读书 台中台北还有田中很多地方 所以我们很感动是这个 为我们原住民的孩子 实在是玛丽诺会的神父很会帮忙 很会帮忙我们部落的人 很会帮忙我们的小孩子 这样 所以他们是要鼓励我们原住民的孩子 要到外面去读书 带到台北啊 带到台中啊 就是还有改一个读书班啊 还有改一个幼稚园啊 但他也提过 那就是为家庭的生气 亲戚的问题 所以他在玛丽诺会商务里头 他们也曾经最重要的是主席扶植社 再来就是曾经在物社办理那个合作农场 那就是为了使原住民的产物 那不要被中间商剖削 那所以那想要用合作农场的方式 那使产品能够直接啊 那可以至少可以赚到一点钱 所以成立就是物社 那还合作农场 合作农场 这个是最大的帮忙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腰带 对 这个我去给人家修 他说没饭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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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已经没有那个了 你看都已经松掉了 左边右边是 应该是左边右边是 哦 这边没有 这边没有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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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动作 里面跟啊 在一起 对 神经还可以 不行 它已经不能 它这边没有 只有这边 那时候就全部 台中心 哦 用这个 用这个 嗯 谁对传教是很有帮助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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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就驾驾驶 那生日是什么就电机 电机 一定要有佩合馆 那些人说干了说 打沙发说那个要佩合馆 又有个比辣干了说阿郎 那些也感谢你 就是说 一个是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那明神父就支柱 修建那些 阿郎说我们不计算的 不计算 不计算 就是可以人方便走路的 那然后就是 慢慢慢慢就先在他了 那所以现在的路就是 以前他修的那个人走的路 那现在变成大路了 那第二个就是 那个 那个我们部落以前都是没有电 那没有电的时候呢 那就是台电 那要供电到部落 那可是呢就是每一户都要有佩合款 那我们部落的那一户都交不出这个钱 那所以是名神父帮助他们 那那个 那那个是我们哪里的呢 哪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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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西嘎 哈西嘎是什么呢 嗯 哈西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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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时候好像来到一个外国 因为山又那么高 还有呢 一个神父像国王一样的 很威严 可是他威严之后 他很仁慈 很慈爱 很爱老人 很爱病人 很爱那些残障的人 那个弱势的人 他请我们来是 要我们做诊所 因为他已经有诊所了 设备都有了 他要一个会 那个对医药方面 对治医药方面有经验的人 所以我们有修理 特别是在诊所给药 比方说有受伤啊 伤难啊 或者是那个 平常很微小的那个 感冒啊 还有那些 烫伤 特别是烫伤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诊所很重要 每天都有犯病的人 排队的来等等 为学生是怎样的 为什么要做学生宿舍 国小毕业的 他们要升学 可是交通那么不方便 正常扩运 只有这样正常扩运 所以这五个部落的 那个学生啊 很多都很不方便去 还要赶时间 所以周神父就想 要设立学生宿舍 然后晚上要给他们 那个温习扣业 周神父他真的很注重 让这个研究民的小孩子 能够受到好的教育 他常常会来神一神 从窗户看学生 晚自习的样子 然后呢 看他们有没有准时到 或者是谁到街上去 没有回来 后来周神父也会罚他 他们还记得说周神父叫我们 用皮带打我们 有时候罚战 他爱得深 所以打得痛 他们现在还记得 现在五十多岁的 四十多岁的都还记得 周神父打我 我很感动 那一个痛 就是让我知道我错了 所以周神父很爱他们 这个五省部在这里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成立了一个三地支架 在台中 每一次的 我们那个年代 每一年的暑假 就有一个月的到里班 然后每暑假他要办那个夏令营 寒假他要办那个东令营 这个是给年轻人的活动 他一来这边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他每一次我们在这边欢迎 跟那个白老师一起跟神父做那个 欢迎的工作 然后傍晚他不会提早到去兵 每天寒晚才走 我就跟他去走夜 那个就是那个 我说那个很美的那个路 步道路 无论台风 无论下雨 无论下雨 都要过去 因为第二天要做主日的弥撒 每一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 我都没有看过那个 这样的神父 那么的 那么的努力 那么的用心 我值得永远纪念的一个神父 就是吴淑品神父 他在我们这三个教会里面 就是取兵 舞戒 过坑 他把我们当做他自己的小孩子一样 他把我 我那个时候是小时候 一直跟着神父赴弥撒什么 那他也叫我说 他要培训 他给我去受训 义务使徒 我们是前台湾 义务使徒信念班是第一届的 是在地利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那我们就利用礼拜六 礼拜天 神父就叫我们到各个堂国去 练习正道 就是所学到的 都在教会里面发挥 我们三个部落 交通不是很方便 那个时候 吴神父 礼拜天 就做三台弥撒 那个时候 要弥撒的话 三个小时以前就不能吃东西 现在跟现在不一样 那神父就在取兵 早上弥撒 还要徒步 走路差不多两个小时时间到这里 这边就中午弥撒 中午以后他还要环山夜里 没有车路 环山夜里过这个山 到中正 晚上在那边做弥撒 他一天的弥撒时间就是三台 那时候的教友呢 非常的热心 他被神父感动 神父那么认真 就是为了要救我们的灵魂 所以他就不吃辛劳 他非常的认真 环丽诺会神父们的爱 环丽诺会神父们的爱 不只表现在对部落居民的生活关怀 也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和语言的尊重 我认为环丽诺会他们 因为可能在他受教育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一个所谓自由 所谓尊严 什么过去他们的训练 我印象像如果像姓一乡 那个周崇德神父 刚过世没多久 他可以跟警察吵架 他可以跟什么吵架 因为为了部落的事情不公平 生长正义的时候他也不怕 所以从人犬的角度看 环丽诺会神父蛮有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感受到 环丽诺会神父有特别的地方是 融入地方文化 像周崇德神父 他可以编不能组的字典 不能组的词汇 像明慧的神父 他就也把一些 本来弄一个赛德克的 语的字典 词汇都已经都有了 但后来他人掉走 他留下来了 后来我们现在 还是也有人在用 传下来 庄师傅他就把 祖日弥撒的那个 读经跟福音都换译了 然后庄师傅也 会用一些原著名的鼓调 唱一些原著名的族语 像周多的神父 他们就把布农鱼 大概布农主 能够弄一个弥撒曲是他们 弥撒曲的每个篇 他都有布农鱼 而且完全布农主的一个 古调 那我认为外国神父 我所看到的 多对于地方文化的一个尊重 跟地方话的语言 在宣传福音上面 就是在地化的宣传 确实是外籍神物 真的是过去做得非常之多 也蛮融入的 我回来了就 阿爸 先不要讲话 我又跟了 阿爸 看镜头 阿爸 看镜头 我爸打字以前 我们小时候 他都喝咖啡不睡觉 阿爸贝 你为了打字 你都不睡觉 你不是咖啡勒 抽烟咖啡 然后他不要提醒 他说师父是没啥 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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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平地人 三天我一个人 那一次的 三天我一个人 但是我也不会怕 你听主的爱你哪里会怕 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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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6年来 一百多位玛丽诺会神父们 将一生的青春与爱 奉献给台湾这块土地 他们是许多人口中的异乡人 却比台湾人还要台湾人 神父们的故事 就像那平凡无奇的黑白剑 随着指尖起伏漫舞 弹奏出一篇又一篇优美乐章 时而交响乐 时而圆舞曲 轻轻环绕在山间 在海边 在我们的心中 为神父们的年老安养 也为承接他们的福传使命 我们要留下玛丽诺会会馆 留下他们的精神 也留下他们在这块土地 奉献一生的俊勇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